外匯双B车要怎么样买才会有保障 其实要注意的点非常的多 当你的车子出问题的时候 你要找得到人来帮你负责 大家好 我是老肖专业外汇车的小帮手建坤 那在我身旁这一台车是 我们从美国帮客人接单已经回来的 B&W G30 540i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车色非常特别 它是carbon black 碳黑色 在不同角度看会有蓝色跟黑色 这两种颜色很漂亮 那我们在交车以前都会做哪些项目 今天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看 首先我们会先请日本JAA GOO的第三方认证 来做车体结构以及板件 还有是否泡水跟事故等等 来做一个鉴定 再来我们就会把这台车开去监理站 做验车过户领牌 接着呢我们还会去做私人定位 最后我们会开车道理 骑力汽车做一个全车的检测检查 太棒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光奈特美龙已经快完成了 那我们前面已经有去做四轮定位 也有去骑力做全车的检测跟保养 那我们也会依照客人的需求 来帮客人贴格热纸跟安装行车记录器 那最后就是做汽车美龙 然后把车漂漂亮亮的交到客人手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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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想要找车况好又有一条龙服务的 那就赶快来找老肖吧 我是小帮手建坤我们下次见 一年内的外汇双P车可以保保固险 而这个保固险是用这家的牌去保 不是跟别人借的哦 那如果你的车有保固险的话 当你的车子需要维修的时候是免费的 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两点 基本上你买车就可以避免掉非常多的风险 买车也比较有保障 by bwd6